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不会比2018年2017年比自己之前差 这个我觉得是更诚恳一些 我是这样的感觉 那我刚才呢看了几遍Mr.C的新年讲话 我是有蛮多感触的 那这个2018年的变化 应该说是超出了之前好多年的这么一些情况 那么有很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有很多的调整也正在发生 那么像这么一种大的变化 我们也不说什么40年之变局 也不说百年未见之变局 甚至我们可以扩张一点说 因为这个时间在不停地拉长 我们就说2000年或者说5000年未见之变局吧 因为对中华文明来说的话 实际上之前面临过这样的一个挑战 但是这个挑战呢 它是压倒性的优势 比如说10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 一直到日本侵华战争 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中华文明应该处在一个绝对的弱势 那100年的时间里面 但是呢 在中华文明走到了2018年的时候 2019年的时候 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的站位 我是紧紧地抱住 死死地抱住中华民族这一棵大树 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一句话就是 中华民族被打散了 每一个说汉语的人 哪怕你曾经学过汉语的西方人 白种人 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你学过汉语说明你这些汉语学的时候 可能你的效用就降低了 反而是模仑两可的时候 不上不下的时候 你可能获得优势还多一些 而至于我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我当然是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 希望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能够真正遇上 能够过得更好 那这是我从我自身利益的站位上面来说 我没有说鱼举的话 是不是 所以从利益的角度上面来讲 我们希望2019年中华民族能够有一个安好 那么这个安好的话 可能跟Mr. 席的这个演讲 他这么正面的评价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就是我想起联波跟立项如列状 那里面这个父亲请罪这么一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 一个文将一个武将 但是呢 其实都为那个国家好 一样的 我只是讲这个国家的坏话 很抱歉 我这个人嘴不太干净 不 嘴不太 是吧 说不太 说不了好听的话 就是Mr. 斯特席说了一大串 特别是 主要是针对咱们国内的一些好话 那么这些好话呢 大家 在国内的朋友肯定听腻了 在海外的朋友 可能他没有听到 他可能只是感觉到 特别是出去时间长的人 他觉得中华民族是不是真的那么危机 那么其实这两种言论呢 我觉得的话 在2019年的时候 我觉得整体偏负面 偏负面的意思是说 面临的挑战 在2019年 肯定比过去40年的绝大多数时候 都要大得多呀 这个绝大多数大得多 主要是说国际环境 因为Mr. 席这也是说的 主要是国内这个问题呢 很多是正面的 积极的 比如说国产航母 这个走了 不是走了 出行了 那么可以去试航 那么国内的北斗导航系统也可以走 那么同时也关心国内的退伍老兵的问题 关心国内的户籍改革的问题 关心咱们国内 比如说环卫工人 出租车司机 这些底层的 收入不高的 社会地位不高的 按咱们通俗的话 就是非常容易受到欺凌 内心非常痛苦的这么一群人 都在关心他们 但是呢 事实上面 他们确实在面临很大的痛苦 而这些话里面 给了很多的一个正面 积极的意向 就是咱们国家在变好 那么这个是事实吗 应该说 从怎么看 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面 对于中国的八九 我们按我们之前的阶层 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对于偏底层 收入比较低的 这么一种状态来说的话 是他们日子 事在过得变得 事在变得更好 比如说 我父亲辈 我小叔辈 比我大一些的表姐 比我大最大 我比我大的表姐 已经大我十几岁了 那么他们日子 确实是越变越好 但是对于我的同学 跟我来说 对于比我小 像我的同事 像我更小的表弟表妹 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的日子 不见得会变得更好 在过去的五年的时间里面 他们可能日子 变得更差了 或者说差不多 僵持这么一种状态 那这些呢 我们面临的环境 面临的环境 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国内的存在 资源存在 越来越接近于平静 国际的环境 越来越胡适当当 越来越忌惮 越来越甚至说 是寄予 就像我们当年说的 超音港美那个样子 就是我想超过你 就是我寄予你 我想变成你那个样子 现在有一些 非常少的国家 甚至想向中国学习 改革开放的经验 当然这个我们不谈 这个是极少数的国家 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他是有一点点害怕 那么未来 中国会往什么方向上走 那么这样的话 形成了一个国际合力 就是梅斯德奇 可能没有提到 当然博士没有注意到 只是这方讲话的话 我相信是面对于 绝大部分的意向 是面对于国内的观众 但是呢 正常的国际形势是 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些合力 不管是大是小 他们都在形成合力 就是中华民族的方向 会往什么方向上走 这里我要说一句 不是可能对于我们海外观众 对于我们大陆观众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前面有说到 这个潮铝虫理论 就是一个生命体 它对于自身防眼 对于自身生存 这种压力跟动力 就是它不会放弃 它继续往外 走了这个能力 或者说我们按传统的话说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修西底德陷阱 那么就是 我今天也早上的时候 也在做学习工作 那么我看到地理书上 有这么一个表述 就是这个世界有四大渔产 它们分布在哪里呢 在太平洋的东北跟西南 两个各有一个角落 就是日本的北海道渔产 那么太平洋的西南方向 是秘鲁渔产 那么在北大西洋 在大西洋 其实就是北大西洋 一个是英国方向的 这个有一个渔产 另外一个是加拿大的 纽芬朗渔产 那么这是世界的四大渔产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人 他不太 他喜欢吃鱼 他喜欢吃深海的鱼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吃猪肉 因为你丢失了海洋 你也没有这个世界四大渔产 当然中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浙江 温州 离中国的舟商渔产蛮近 但是它并不足够 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渔产 他们生产了非常丰富的鱼 那么他们呢 还去澳洲那边捞 当然澳洲人不高兴 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要说的是 中国丢失了海洋 那么你就丢失了 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 除此之外 还有非常广阔的海洋战略 那么中国想要成长 中华民族在四十年的发展 想要继续往前走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这个世界不是说不希望 就是你的边际在哪里 而中华民族对于我们来说 那么我们的边际在哪里 这个是2019年 以及2019年之后 蛮长时间 这个世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就说到 我们说汉语的人 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民 那么你将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 你怎么样跟这个世界周遭的环境 去融洽的相处 那这一切呢 其实是2019年 我们面临最大的变局 也是过去5000年 我们前所未见的变局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100多年前 那是任人欺凌的时候 但是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 可以有分庭抗礼的味道呢 那么这个分庭抗礼 是跟哪一个人种 跟哪一个国家呢 是不是 这个其实是2019年 以及未来五年之后 我们面临真正最大的挑战 那么Mr.習说的这个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 针对于一个中国的成语 叫霍企肖强 就是国内要稳 是吧 就是他这些一席话 是针对国内的情况要稳定 那么我们给2019年 以及未来五年甚至十年 我们节目的方向就是这么走 不是不谈过去 如果谈到过去 我们只是在说未来 在预测未来 我们检讨是五年十年之后 我们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就是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希望吃什么 雪鱼 秋刀鱼 金鱼 大马哈鱼 也就是三文鱼 或者说金枪鱼 那么不是或者说 这是 就是这些鱼类 都是干净的 都是我们不需要养殖的 都是可以去捕捞的 但是四大渔场有没有 有吗 没有 那这只是一个方向上 但其他的资源 其实是一样的 对于未来科技的争夺 对于未来各个方向上的争夺 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外太空 对于互联网 这些争夺 对于过去历史 西方人 白种人 那么这个世界 其他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跟巨大牺牲 我们前面说的 中国的基建 是农民工 跟我们的基建工人 一个一个的 在土炕里 在隧道里 在煤矿里面 去被埋葬 那么西方人 是他们一个个精英 他们精英的科学家 在实验室里 一个个去爆炸 去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死亡 那么这种利益的协调 未来该怎么走 这是 未来五年十年 我们这个世界 要去面对的问题 所以 这不是四十年之变局 也不是百年之变局 我们 把它放得更大一点 这是千年之变局 就是 这是更大情况下的 一个利益争夺 那其实呢 我们说这么多 也就是 着眼在 中美的关系上面 所以 我们看到 因为 美国是西方的领袖 那中国呢 实际上 也是在西方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 他们是觉得OK的 认可的这么一种情况下面 成长起来的 但是 你认可我不表示 我未来不会挑战你 我们中国以前就有话 叫 清出于狼 想要胜于狼吧 就是 我 作为学生的 也想挑战你 作为老师的地位 我们中国以前就被挑战过一次 就是 东亚的日本 那 他 自唐朝以来 在整个封建社会 他就是 学于中国的 那 比如说 日本的茶道 他们 很多方向上面 日本的文化上面 那么 都是 来源于中国的 甚至到了 近代 现代 当代 那么 日本 日本 也是大批的 在 向中国 学习 但是 日本是打败过中国的 家务中日战争 以及他们的 清华 家务中日战争 把台湾给吞了 那么 清华的时候 可以说 主要的力量 确实是 美国出的 那 同样的 教中国这一套 手艺的 比如说 我们跟大家 我们聊起 刚才说的 这个 渔场的这种理论 甚至可能 它就是来自于西方的 因为它是 这个世界洋流的变化 产生了这个世界的渔场 那么 研究这些东西 他们这些理论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西方的人 那么你们 这叫我们中国以前的 这种想法 叫 四一长几 至于 至于 那么他们愿意 肯定是不愿意的 你做学生的 你想去打老师 这个 就是 在中华民族里面 也是说不过去 是吧 那么这个在哪里 都是这个样子 叫 教会了徒弟 饿死了师父 所以 在 这么样一种情况 拧巴的情况下 所谓的各种自变局 不管 现在有各种理论 说法出来 其实 落脚点 就是在 中美关系上面 说直白一点 所以说 我们看 Mr. 习的这方讲话 其实 轻描当 写了中美关系 或者说 他压根就没提 中美关系 但实际上 中美关系 是这十几分钟 开年赫词的 一个中心 基本上 没有提 但是 闹不过去 你不管怎么闹 你不说 也是闹不过去的 你说 也闹不过去 你也得 说清楚明白 但这个呢 怎么样叫 清楚明白 没有的 这个是未来的变化 未有之变数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看后面 是怎么样发展 但是这个 是未来几年的 关键和焦点 当然 我这么说的话 可能 有一点危言耸听 我只是 把问题 稍微放大一点 我们放回来 放小来 就是 咱们国内的 这个利益情况 按我们Mr.C的这种 说法的话 就是大家团结一心 但实际上 国内的利益争夺 跟利益较量 争斗 一样是 暗流涌动 最有能力的 他们一群人 他们希望迁徙海外 他们不希望 再雇这一堂烂 这一堆烂汤子了 他们不想 再要这个国家了 他们有自己的打算 举家 可能移民了 或者说 带着妻儿老小 他们可能是光源 可能是商人 可能是技术精英 可能是律师 可能是记者 总之 他们是中国社会 比较有能耐的人 他们打算放弃这个国家 那么也有一些人 他们希望这个国家 变得越来越好 这是占大多数 那么这大多数的人 他们之间内部又有分化 比如说 有房产的 有房产又有分 你是在一线 或者说强恶线有房产 还是说你在底下 有几套房产 或者说你就根本没有房产 这又是完全另一种情况 那么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 你有很好工作的 你有受了很好教育的 你有很好背景的 那么跟我们一般 一般班学校 一般班家庭出身 那么这样的人 那么这些所有都是利益争夺 而这些呢 在国内一样是暗流涌动 它不会停息 这也是中国面临 2019年的一个挑战 这不光是2019 未来五年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 这能不能迅速得到一个缓和 这也是未知之数 所以在未来的几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2019年可能是一个开局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假如我们用这些 这段时间的高频词汇的话 这些未有之变局 可能2019年 就是一个变化的时候 所以 这正如我开始说的这句话 2019年 我愿大家安好 而不是说忘事如意 忘事如意 或许对于过去40年 咱们中华民族的 各个子民来说 可能90年代 你下海了 你出国了 还是说 你经商了 你考上了名牌学校 你进入了一个非常高阶的公务员系统 还是说 你进入了北上广深 买了一套房子 两套房子 那么这些呢 都是叫忘事如意 你再不记 在底下的县城 一般的小城市 你可能也能够买上彩电 像我家那样 97年 我记得买上了彩电 那么买上了冰箱 洗衣机 摩托车 那是一个忘事如意的年代 但是忘事如意 对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来说 过去40年 过去了 忘事如意 它不见了 所以 未来2019年 甚至未来的几年的时间里面 所以我祝我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安好 就是 我们能够平稳的往前走 而不被打伞 能够继续的至少拥有现在的生活品质 而不会说出现下降的这么一种状态 好的 那么这大概就是我2019年的贺词了 那我所在的城市是在温州 我也就帮他说一分钟的好话 那么温州这个城市是典型的一个商线城市 你要说城市非常漂亮 它没有 但是我说好话 这叫残富于民 这个地方的政府 他们没有横针暴敛 至少相对克制 是吧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面 把财富放在居民的身上 而这里的人民非常愿意冒险 非常的勤奋 在外面可以去给别人捏脚 回来也可以做老板 出去呢 可以在外面做西方国家的黑工 也可以在国内做的各种借债 然后有窟窿 然后填上 再有窟窿 再填上 就这么一种奋斗的精神 那么这种奋斗的精神 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整个中华儿女学习 但是这也有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们整个国家 就像我们的这个温州市一样 它的受教育程度 你在什么时候不应该 不是什么时候 你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随地去吐谈 应该遵守或者说应该照顾其他人 其他阶层得利益 应该去更认真的去面对这个世界 更认真的去面对其他族群 比如说外地人来到温州 或者说我们温州人到了外地 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都要去面对的问题 有好有努力有奋斗 但是也有非常不足的地方 那这些呢 也是祝各位中华民族的儿女们 我们2019年都能够安好下去 能够努力奋进 感谢